哈喽大家好 今天想跟你们分享两个小小的见证 也是我最近的一些感悟 一个见证就是有一天晚上有一个姐妹 我不是很熟悉的一个姐妹 然后她就来找我说希望我给她带倒 然后她说因为她马上要去破妇产 然后的话她的孩子期待绕紧了 然后还有另外的孩子在发烧 在咳嗽生病 那么她就希望给她带倒 那我当时就说OK好的 然后第二天早上呢 我就去为这个事情去带倒的时候呢 就很奇妙 然后就是说我里面就有感动 然后就是神要跟她讲说 就是要赐给她平安 就是跟她说神是赐给她平安的神 然后神也是与她同在的神 就是希望就是说她能够放下焦虑 交托焦虑 因为神会帮助她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然后我就把这个信息当时我就跟她讲了 我就把我的感动去分享给她 然后她就说她说你知道吗 她说我的小孩昨天是39度7好像39度4 这样的一个高烧 然后那天当时早上就已经退到了37度8 那我就还蛮高兴的 我说感谢神 然后那我说那你这个 我说神会赐给你平安的 因为这是她应许的 然后就很神奇 然后到了下午她告诉我说 她说你知道吗 她说我今天去医院去就是破腐产数前的一个检查 就想看一下说就是什么时候去定下破腐产的日期 结果就惊奇的发现说那个期待就是从孩子的头上突然就绕开来了 然后的话她就不需要破腐产了 她就符合了这个盛产的这个指标 她就觉得非常的神奇 她说哇真的是耶和华是赐平安的神 然后她其实从当时这个见证就给我一个比较大的感触 就是我发现神真的是一位非常爱我们的神 就是很多时候当我们去 我们去听一个人的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的第一反应很容易就会论断 就会想说 你有好好祷告吗 那个神为什么要自己祷告 你有没有好好的亲近主啊 你最近有没有远离神啊 对不对 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 这个时候就会有这样的这种论断的心在里面 然后但是的话呢 就是神完全没有说她这个姐妹祷告的多不多 有没有好好寻求主 就是我听到的时候的那个声音 就是非常的温柔 非常的就是非常的温柔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解释 这非常的温柔 就是说我会我去我会给她平安 他说我会我会那个这个去帮助她的这样子 所以就感觉神真的是 就是我越来越觉得我不明白神的爱 你知道吗 就我越来越觉得说神的爱真的是 尝阔高深是我所不明白的 就是特别特别特别的温柔 特别的忍耐 这是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感觉 那还有一个见证也是让我比较有感触的 就是也是有一个姐妹 然后我们叫我一个姐妹 她跟我分享 她跟我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说为什么苦难临到的时候还要感谢神 然后我就跟她解释了很多很多 为什么要凡事感谢 爸爸讲了一大堆 然后最后我就说 我说其实神对我们很多爱 我说其实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 你不能觉得说你好像感恩不出来 是因为你不明白神的爱 那我后面还加了一句 我说那是因为你离神很遥远 你离神很远 所以你感觉不到你也不明白这样子 我当时说完我也觉得没有什么 然后的话那天晚上第二天早上 然后我就为这个姐妹有在祷告 我就为她祷告 那祷告的时候我就很清楚的听到里面有个声音对我说 就是是责备我的声音 OK我听到的是一个责备我的声音 他跟我说 他说你为什么说 你为什么说我离他很遥远 那我当时说 以我对他的了解 他祷告的并不多 以我对他的了解 他感觉好像还没有入门的感觉 他好像都没有摸到过神的同在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他是离神很遥远 我说的也没错 但是然后那个声音就对我说 他说你不应该这样说 他说你不应该这样说 他说我其实并不离他远很远 他说其实我离他非常的心 我就在他的身旁 他说我一直在他的身旁 只是他不知道而已 只是他眼前有一个帕子 他没有看见而已 但是你怎么可以说这样让他灰心的话 说我离他很遥远 他说我并没有离他很遥远 就是我 然后我当时我当时就真的是很受责备 然后也悔改 马上就悔改 我说我真的是真的是不明白神的 然后我真的是 我这个嘴巴也真的是胡言乱语 不知道在说什么 我当时就真的觉得这什么感觉呢 就感觉是我去欺负了神家的宝贝女儿 然后神在那个地方非常的互犊子 然后就来责备我说 你凭什么这样说我的女儿 你凭什么说我的女儿很远 你凭什么让他灰心丧气 就是这种感觉 当然并不是说是真的这个口气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我当时其实一方面的话 我会比较的感动 就是我一方面会觉得说 哇原来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爱我们 他真的是说 就是我们好像觉得会很去判断一个人 我们会从我们的一些属灵的标准去判断他 但是神不会 就发现神真的很爱他 神很爱我们每一个人 就是神舍不得我们被别人说 或者舍不得我们被 就是说舍不得我们去泄气 让我们灰心丧气 所以当我说这个话 就是让我那个姐妹很灰心的时候 然后神就出面来替他说话 跟我讲你不能这样说话的 当然后来我就也是很真诚的 去跟那个姐妹去道歉 我也把神跟我讲这个话跟他讲 我说神真的好爱你 我说真的神好爱你 你看他互赌子互成这个样子 但是真的就是经过这两件事情 就是我真的是觉得就是 神的爱真的是长阔高深 他并不像我们人看人 会有很多的标准 他看我们真的就是爱我们 就如同自己的孩子一样 爱我们就是照我们的本相去爱我们 并不因为我们所做的 真的就是出于一个恩典 所以我就是越听到 越经历这些事情 我越觉得我自己是不明白神的爱 所以就像保罗讲 他说愿神 愿我们的神能够让我们明白 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火高深 是我们人所不能测度的 真的是不能测度 所以也是鼓励题目前的你 可能你觉得自己离神很遥远 可能你觉得自己亏欠了神 或者觉得自己很不配 但是我想要告诉你 真的神非常的爱你 神真的非常的爱你 所以回到他的面前 他一直都已经张开了怀抱 要来接纳你 要来回到你面前 当我们向他呼求的时候 他会快快快快的 来帮助我们 来到来拥抱我们的 所以感谢神 也愿神祝福你们每一个人 拜拜 感谢神正楼 咕噪 没这个人 似 کی 别人